你看一只鸟 确实那就是一个旅游的小镇 我估计这是 你看他们还支着卫星天线 放在这 我们的卫星电视 昨天接到了11个台 然后当时免费的 放的都是一些老电影 这个就是房车营地 全连接就是上下水 电齐全 全都有 就是全连接的营地 这营地非常安静 那边还有一个沙滩排球场 这个也像一个长期的 住在这的用户 你看车上还挂着 木牌 下面还摆着目标的熊 可能因为有小朋友吧 有小朋友的玩具在这 因为它这种大型的拖挂房车 真的不小 住起来也很舒服的 这边有一个儿童乐园 整个营地都非常的安静 这个车应该是过夜的 它这吉普车拖在它的这个房车后面 好像也没有摘掉 就跟我们第一天露营一样 没有把车没有把车摘下来 还是挂在后面 我看看它摘了吗 它摘掉了 它没有 看不出来 可能是摘掉了 有些人把自己的营 把自己的房车搞的气氛非常好 挂着彩灯啊 什么的 都弄得非常的讲究 我基本上就快围绕着这个营地 走一圈了 大家的空间还都挺好的 隔的还都挺软 但是这个营地没有WiFi 不过手机信号 手机信号非常的好 可以通过热点 上网速度也很快 其他的倒是觉得没有什么不足 我们在这个安静的小营地 我们要住两个晚上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住两个晚上呢 只是因为距离考 考虑 没有考虑到其他的 就是说我们开车 单独在外头住两个 一个晚上 然后第三站 就要住两个晚上 这个营地的 这个房主已经出去了 因为它后面的车 不在 这个就在我们后面 这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回来了 看到我们的车 那是我们的邻居 大家都 都隔得非常的远 然后一号营地没有人 在一号营地外头就又非常的宽阔了 整个公园维护得很好 草不错 然后脚位也很整齐 外头今天 稍微热一点 但整体来说 还挺舒适的 不错 我们可以轻松的住两个晚上 然后明天去那个 它叫 法格 法格镇 那是比较大的里头 什么 泰洛斯啊 各种的百货都有 非常的方便 但开车需要半个小时吧 离着二十四英里 离着二十四英里 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明天准备去那逛一下 好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美国国庆节 7月4号 刚说完 我们那个前面那个房 房车的邻居回来了 开着车 开着车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